講解檸檬 其實香港人對檸檬都很熟悉 這麼多年來 香港所享用的檸檬 就來自全球 其實全球的檸檬 都是用現代的耕種模式 需要有殺蟲劑 需要加一些化肥 直至到七八年前 在玻利維亞 我們餘了玻利維亞這隻檸檬 我們才發現 原來這隻檸檬真的非常好 土的原因就是它天然的環境 玻利維亞這個國家 耕種檸檬是用一些延遲的 亞馬遜的可持續發展的土地 土養可以耕種出來 所以它又不苦不劫 沒有任何的殺蟲劑 養份又是非常豐富 所以我們決定了 將它介紹到香港 做開一些比較高端的 優質的市場 講開這隻玻利維亞 就有很多故事 從一開始 去了解這隻玻利維亞檸檬 是因為和阿根廷入口 做了口茶檸檬園 後 東地人就跟我說 他說 Michael 你這麼積極 亞洲人來到我這麼遠 坐這麼遠的飛機 你有沒有吉士去一個 很少人去到的地方 但那裏的檸檬 非常之好 那我就問他為何好呢 他說全世界唯一一個 未開發過的儲女地 Virgin Sawyer 在玻利維亞 而且還沒有選擇檸檬園 當時我已經剩下兩天 要離開阿根廷 那我就說 行 我要去 那聯絡了那個農場主 農場主就說 你如果開車是沒有時間的 我也派一個私人飛機 接你過來看 但是那個路程 會比較辛苦 我說有飛機坐當然開心 經常都有私人飛機坐 就去 在那個農場 我才發覺原來 玻利維亞這些檸檬 是用一個人類未開發過 大自然賜給人類的一塊淨土 去種了出來 而且是用很持續發展的風式 種出這樣的好的檸檬 誰知回程就遇到 一個非常大的風暴 整架飛機 上升和下降 兩個小時 好像生死的經歷一樣 我竟然在上面拍到一些影片 下降機的機師跟我說 對不起 剛剛被你這麼辛苦 我說不會 好像過身車一樣 海嘯都中過了 我不怕 他說如果我被你舒服一點 我跟風打 我們的機翼可能會斷 所以就被你受苦了 對我來說 下降機過了一段時間的日子 我覺得明明中 可能我真的要幫玻利維亞的人 去推廣這麼好 全世界最難得的 最後一塊淨土的檸檬 這就是我去尋找這隻檸檬的過程 多利亞檸檬就在它的味道上 就是很清香 不苦不潔 還有沒有農藥 沒有殺蟲劑 基本上全年都有可以供應給市場 脾氣又薄 汁多 真是很難得可以有這隻檸檬 可以有這樣的質素 首先就把檸檬切開兩邊 最好用炸汁機 連檸檬皮的油都會炸出來 加一些暖水 再加上橄欖油是最關鍵的 一匙甘的橄欖油 再加一些蜜糖 對於蟲胃骨架 是應該非常有好的幫助 如是這我喝了六年 對於蟲胃為它用 是相當有好的幫助 我們這隻玻璃園檸檬 就在香港大受歡迎 有不少商家 就將我們的檸檬 加入它們的產品 作為原料 比如說紅磚屋的一間烘焙店 它都做了檸檬芝士蛋糕 以及各種的飲品 使得它們的產品 更加有獨特的香味 以及獨特的好味道 大家好 我是益寶的創辦人Michael Zhang 對著我的天 California 好醜 Hahaha 我們在你的稀安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2 謝謝剛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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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